大家好我是鄭惟臣 我超屌 Woo 好 我們團隊是農業栽存幾多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農民快速勘災的科學化依據 今天我沒有吃到便當 但是大家便當裡面常常會出現白米飯及高麗菜 而在於台灣現在的天候環境之下 常常往年常常都會有災損發生 尤其是高麗菜跟水稻上 都會有數億剩到數十億的災損 所以呢政府要會對於這些農民呼呼 讓他們可以度過這塊南關 在於水稻的災損補助辦法裡面 大約在這個行政區域有5%的災損面積 即你的田區有20%的災損就能申請到補助 而高麗菜的部分為 雲林縣政府決議通過市補要補助 或申請面積小於2公頃的保證收購制度等 但是呢現在的判斷條件有一些問題 因為是用人工看待的方式 所以我們需要走到水稻田的附近 然後用肉眼去看說這一塊 例如足球場這麼大的田區裡面 有沒有超過20%的損害 或者是走到高麗菜田一顆一顆的去數 這會導致說農民在拿到他們的金額的時候發現 為什麼那麼慢才拿得到 或者說拿到的錢那麼少 或者是該拿到的人沒有拿到 這個最大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沒有一個快速且客觀的判斷依據 因此我們平台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個摘損判斷的功能 然後以水稻為例 我們又要用無人機拍攝水稻相關的影像 然後用影像處理的方式 將水稻的面積判斷出來 去做為災損評估的依據 甘藍菜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們會去拍攝甘藍菜的影像 用影像分析技術 分析出每顆甘藍菜的位置 並計算它的數量 在過去用人工判斷需要 在法定時間內需要耗費30天 然後用肉眼非常的主觀 而且也會浪費很多政府相關的基層能力 有了我們平台之後 我們只要在災後 派數年飛手去獲取客觀的災損影像 然後在一天之內可以分析出 這些田區是否有符合災損的條件 而我們目前現有非常多 農業相關的技術及經驗 我們希望將這些技術與經驗 應用在實際的災損判斷之上 在期末期中的時候 會製作出相關的農業災損的影像成果 並且在期末的時候 將整個成果及流程放在平台上 驗證它的可行性 我們還要做出一個成果影像的資料庫 用API的方式分享給在座的大家 或跟其他的開發者 可以讓大家可以更多的人可以使用這份資料 並且在社群上分享給我們目前已合作的相關單位 包含政府單位及一些無人機還有農業的公司 未來我們希望再跟農業以及無人機相關的社群合作 利用群眾的力量 一起協助幫我們完成這個平台 給我們相關的建議 並且幫助我們獲取相關的無人機災損的影像 我們希望在平台收集到很多的災損資料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些BIDATA去協助政府 去精準地去判斷農損的程度 以及編列相關農損運算 並且精準地補償農民 我們是由中慶大學特幣教授陽明的老師所帶領的團隊 然後我們有一位農業創新公司的創辦人 作為我們的顧問 並且我們有相關無人機飛行 影像分析 還有專案管理 全量開發等技術 相信我們可以將這個平台做好 最後超級超級超級歡迎大家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 歡迎飛手及開發者 還有跟關心災損議題的各位 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做討論 謝謝大家